今天又来到我们的投注界面 继续和大家来说 2024年7月6日星期六 沙田赛马的赛事 今次我们这个系列叫做 爆冷场合买铁三角 和大家买回三只马匹 而至于今次我们不买到的场合 其实就是这一场第十场 这一场第十场 就是我们的三班千二米草地 私囊的赛事 来到这个赛马日 大家要记得 是星期六去跑的 而来到这个赛马日 其实我们只会有三条影片 去到提供给大家 这次赛马日只有三个系列 有哪个系列 就是读赢及位置过关 三穿七的这个系列 这个系列 其实已经出了 这条影片已经出了 大家可以去我们的频道 看看 7月6日的读赢及位置过关 三穿七 另外一个系列 就是爆冷场合买铁三角的这个系列 而这个系列 正正正是今条片 爆冷场合买铁三角 另外还有最后一个系列 我们就会是出赔率后必买之选的这个系列 这个系列 出赔率后必买之选的这个系列 这个系列 就未出片 就将会在明日的九点钟 早上 即是说 7月6日 早上 九点钟 来出片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记得准时收行 今个赛日 我们只有三条影片 去到给大家 先和大家说 那 进回正题 来说回我们这一场马 爆冷场合买铁三角的这一场第十场 那我们会买到哪三只马呢 是吧 那这一场马 其实都有十二只马匹来跑的 那马匹 数量呢 说不多 说少也不少 甚至说 其实今场马 那些实力马都多 你看到 今场马 其实有好几只马 最近是赢到马的 分别就是这些三号的同场和信 最近跑第一 第三第一 赢到马的 这些马 之后 五号的老班精神 这些马跑第一 第三第一 这样的 在数就是去到这些 十号的 予欲日升 最近 人家也是说 跑了一个VIN 跑了第一 成绩都相当好 基本上 你论近迹的话 这三笔马 是来的 一场马最好近迹的那些 这三笔马 最近的近迹 那么厉害 来的一场 是否值得去买呢 我们先和大家 来看看 先看看 这一只 予欲日升 这一笔 10号的予欲日升 那这次 值得来买呢 那是五盘志的 买来的 好像就是说 很厉害的 这些马 是吧 予欲日升 到底它行不行呢 其实我对于这一只马 它的状态 就 不会去到怀疑的了 因为这一只马 最近的状态 能够赢得到 但是 如果你说 它最近 赢到的对手 是不是真的这么强 这一只马 是不是真的 那么有质素 那么超班的话 其实我认为 就未必了 那因为呢 这一只 旺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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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马 其实都不是真的说 是一些 很强的马匹来的 但是它们不是说很强的 所以现在 上进旺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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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馬其實不是一隻容易贏的馬 其實這隻馬也是很難贏的馬 他容易接近,但是難贏 所以這次升班來跑,又再跑回三班 今季他三班一次都沒贏過 那我就不主張去買這些動一星 因為這隻動一星,其實我覺得他在三班都難競爭 另外,去到那些老班精神又買不買 這隻馬今季就沒脫過頭三 成績相當穩定,又買不買老班精神 這群老班精神,其實論實力的話 或者是論財積的話,他真的挺認抽 沒脫過三甲,兩邊,一個第三 你也很難不說他認抽 但是這隻馬這次的問題同樣出現了 雖然這隻馬跑的沙田早的千二 四班是厲害的,接下來又再跑沙田早的千二 好像是路程長地都適合他 但最大問題就是他升班 四勝三,我覺得是混水 四勝三,即是說不容易贏得到 因為始終部速不同 再加上對手都不同 你看看,老班精神上將贏馬 都說贏的那些什麼 好運寶馬,好運哈羅威 這隻馬很厲害嗎?其實不是太厲害 好像好運寶馬 好運寶馬,6月8日跑第二 你看他再出什麼成績 6月8日跑完第二 再出夠膽死 在6月23日跑完四班都跑第八 是吧?再出他跑第八 好嗎?成績 其實成績不是太好 只是一般 是吧?之後 好運呢 好運跑第三 再出跑第四 又是連頭三名都進不了 屁都沒有份 所以你說老班精神上將贏那些馬厲害嗎? 其實一般而已 贏一堆不一般的對手 喂,接下來還要升班跑對著強組 那試問他怎樣去到跑呢?是吧? 即是說他 來這一場真的一個挑戰 不是說這麼容易贏 而這隻馬最近的賽者這麼好 估計 他來這一場都會成為熱滿 是吧? 這些馬怎麼會不熱呢? 肯定就是熱滿來的 是吧? 很難不成為熱滿的 因為你論近跡他真的最好 是吧? 所以這些馬呢 一成為熱滿呢 又升班呢 這麼多未知之數呢 那我就不買他了 就沒有買到他了 好 另外去到這隻三號同場和信了 又買不買了 是吧? 同場和信 那這匹馬呢 說真的 他最近呢 就不同 剛剛想說幾隻的了 不是說什麼四星三那些 他就是說 跑回三班的賽者 是吧? 上將他是贏的那些三班 1200米沙田草地的 那你這樣拍相同路程 班次和場地 那整個 就是說整個配搭啊 整件事都對的了 那買不買他呢? 那 這隻同場和信 上將對著的對手呢 又是再出麻麻的 你看看 他跑完五月十九號那一場 再出六月五號跑第六 不是那麼厲害的 鐵金剛這些 啊 又是最近啦 其實他是 贏不到的 是吧? 去到五月十九號剛剛先那一場 他又是贏不到 難贏的馬來的 那時常風趣這些 又退下來 是吧? 慢慢好像越跑越差那樣 運高八斗這些馬 最近 又跑第十第五那樣 那樣 都差差的 所以就是說 其實同場和信 上將呢 又是對著一些 不是那麼強的三番馬 而已 不是說那麼強的三番馬 而他又 其實 跑法主動啦 上將基本上 擺前走 就賺鬼了 這樣回來的 輕鬆擺前走 就放掉對手 啊 所以賺形勢這樣 跑就贏到 接下來這場到底 賺不賺到呢 我覺得是誠意的 再加上 他對著那些紮馬 我覺得 不是說那麼容易啊 啊 上賬他都被人家 加了成 嘩大哥 很多分啊 加了六分 加了六分 他那個磅重了很多 那就去到一二九 是吧 磅都重了六磅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呢 其實會不會就是 開始吃力 是吧 又是 所以 又加上他 肯定做熱門呢 基本上你這些 贏過的馬 沒理由不做熱門的了 是吧 這些五磅 是吧 沒有理由不做熱門 所以 其實我這場買 沒有選到這些 那些馬 真的沒有選到他們 全部都 反而就搏一些懶馬來去買 搏到懶馬去買 搏到懶馬去哪一隻呢 哪些呢 是吧 其實第一隻 會選到馬筆 我又想選擇這隻 11號的 維港激樓 來買回來 那為什麼今次我選了這隻 維港激樓呢 我們看看這隻 維港激樓的在籍 這隻維港激樓 今季呢 其實只是出了一場的 是吧 6月15號跑那些 沙田草的千二位三班 這隻馬初出 就即時已經能夠跑到 入坯了 是吧 初出跑三班 就即時能夠跑到入坯了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其實是有那麼實力的 就要看回這隻維港激樓 上將怎麼跑 上將他排一檔去跑的 這隻就是它的 那維港系列草伊 藍衫藍帽的這一筆馬 就是它的 紅色戰士只要左的 大家看回第四個跑 這隻維港激樓 上將其實你可見到 它前足到快 再多幾步 就能夠用上之後 去跑的 就是吧 即使上將多快馬走也好 它仍然能夠搶到錢 都能夠放在三四位來走 這隻馬其實前速很快 也不算慢 他放在前面來走 放在三四位 去到轉彎入直路 就已經是說 即是說一望空 他已經是說交到一個勁勢出來了 他一望空 其實一打下去 他走勢也不差 拍著第二名的馬 回來就跑第三 雖然是說被頭馬帶掉了 但是他也帶來人家的四名 差不多一個多兩個馬位 兩三個馬位 所以這隻維港激流初出有這樣的表現 我認為他不弱過 因為上陣他對著那對手也不差 人家是對著龍之輝 進役快車 這隻馬是不差的 龍之輝 今季厲害 就不用說了 三輪的 非常之厲害 之後那些進役快車 今季都第一第二 又是贏得到馬 在三班都惡 那麼 那 洛滿冠 最近跑第四 今季是贏過三班的 沙田草的123班 贏過三班的馬 其實都輸給這隻維港激流 整個幾馬位 兩個馬位有多 原來 所以其實就是 我覺得這隻維港激流 初出已經有這樣的表現 其實是說弱極有限的 這隻馬其實是弱極有限的 這隻馬 其實是挺有料到的 這隻馬 因為其實他 在英國的時候 已經是說 贏馬 在英國的時候 會贏馬 其實這隻馬在英國 是沒得過頭二名的 一次第一 一次第二 成績是相當好 來到香港 他表現也是說 有在 是不是 都跑到第三 那接下來再出去 跑回雙同路成班 場地 我覺得他都有一定的競爭力 因為上將都對著強組 而且這隻馬 都是一些跑法比較主動的馬 他前來走也可以 流後也可以 他其實是 雖然是說排序十當 但是因為他跑法夠主動 我覺得他 那個影響 就是說十當對他的影響 其實都不大 他十當 就好像 上將那樣 按回前來走 都可以 其實是吧 他前足夠快 接下來這場馬 又不是說很多馬 走的 所以他應該是能夠 按回這些位置來跑的 甚至是說 放在五六七位都可以 是吧 因為這隻馬 其實留在五六七位跑 都是曾經試過 有一個出色的表現 甚至是說 如果你看看 他試襲 曾經試過在五六七位 五月六號 就由周俊諾 跟他試貨一千位集 這貨集 這隻維港激流 都是放在六七位 最終就衝到 上來跑第三 其實不差 是吧 所以這些馬跑法主動 排十檔 我覺得又不是說 很害怕 反而這次排列檔 十檔 換到一些賠率 反而更加值得來賣 其實上場他都已經有賠率 是吧 上場他排一檔 都已經二十倍了 賠率都相當好 接下來這場 排著十檔 烈檔 隨時賠率更加 更加值得來賣 所以今場馬 我們第一隻會選的馬匹 我都想搏懶 去試一試 這些十一號的 維港激流 今場馬 我們第一隻會選的馬匹 之後 就來講 我們第二隻會選的馬匹 第二隻會選的馬匹 其實我就想選 6號的營造組裝 來購買 為何今次會選擇 營造組裝 我們先看看營造組裝的賽事 這筆營造組裝 其實今季的表現 不算是說 真的很標籤 因為他都不是每次贏得到 最近在6月23號 跑了沙田草 那千年的三分賽事 排了九檔 用河澤耀跑 最終只能夠跑第三 而且他賠率偏懶 有14倍 但為何我們都選擇他呢 原因是 因為 他會夠懶 河澤耀騎都14倍 其實我覺得賠率很划 再加上 你換個角度看 這隻馬 好像是說 跑得不太理想 沒有之前那麼好 之前季初他跑得一 跑到第三 但其實你仔細看 他今季跑三場 三場都還沒脫披 是吧 都叫做一些 中心準成 賽積穩定的馬 還沒脫披 成績是相當好 還要再加上 你看分 營造組裝 上將怎麼跑 其實這隻馬 都是蝕著來對他跑 蝕著都能夠跑第三 上將他排了九檔 來對他跑 這裏就是他 營造組裝 藍衣 陸奏 陸奏 正確認分實據 紅色戰爪最主要 大家看分實據 已經跑了 這隻營造組裝 你看看他 出閘沒拿 已經被人頂了 頂了一些四疊 五疊 其實這樣也少了他 你數一數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疊 其實是吧 一開始出閘沒拿 被人頂了八疊 位置 這隻馬 極難賣 賣都賣不到 一路被人頂了八疊 那其實你虧了 是吧 那何特要要不斷推 其實不斷推 賣賣賣 才說賣到 在三四疊的位置 是吧 四疊的了 現在都走過三四疊 其實是一路都虧位 上將你還要跑短途 他一路虧 其實就是說 你虧了全程 是吧 虧了全程 來跑 現在去到轉彎直路 還虧 但居然他仍然能夠 跑到第三回 我覺得他其實有分實力 這隻馬 很明顯就不弱了 在三班都很兇 難怪他真是今季 未脫過頭三名 這些馬 真是很忠心準成 是吧 真是 經常性 博到盡 跑的表現給你看 是吧 最後你見到 或者要打他 他都湧上來 這隻馬 非常有鬥心 所以這些馬 我是特別喜歡的 真是他中心準成 所以我覺得 他這隻第三 蝕著來跑 都很近 挺厲害的 是吧 你看他 沒脫過的 跑出這麼多場 都沒脫過頭三 就是說 14倍 還說上將 所以這些馬 真的 上將 可以說 送錢 是吧 14倍 你看他14倍 獨贏 位置幾倍 是吧 位置都2點幾倍 是吧 爆馬趴 2點9倍 相當好分 一隻沒脫過頭三名的馬 位置就有2點9倍 你說正不正 正到嘔 這些馬 上將這些第三 還要是怎樣 贏那些 非凡之星 船風飛影 進馬圍五 這些馬 這隻馬 就將來再出 船風飛影 將來再出 進馬圍五 將來再出 神速密馬 將來再出 你已經再出的三分馬 其實這隻營造組裝 已經贏過了 所以二馬律馬的話 我覺得這隻馬 其實都應該是稱善的 那 那 接下來 如果操練做足 再次由 何隻搖騎 搭著 呂建威 我覺得有機會保重 這些馬 臨到貴尾 肯定是搏到盡 因為呂建威的馬 呂建威 他要爭罐 肯定是跟你搶盡這隻馬 所以我覺得今場馬 仍然是可以去到 駁回這些 這麼有鬥心 這麼準成的馬匹 選擇這隻六號的 營造造裝 我們第二隻選擇到的馬匹 說完今場馬 我們頭兩隻會選到的馬匹 之後 就來到 講完我們最後一隻 第三隻會選擇的馬匹 第三隻會選到的 其實我想選擇 九號的福星 為什麼會選擇 福星呢 原因很簡單 大家看看福星最近的表現 最近他在4月28號 跑那些沙田草里千二米三班賽事 其實這個第四的 是挺厲害的 我們來講 看看他怎麼跑 這隻馬 上陣排了四檔 這隻就是他 黃衫藍帽 紅色戰爪始終了 大家看看他怎麼跑 這隻馬 上陣留了後來跑 在那些被動位置 都尾尾 爆尾 沿途他一路都這樣跑 其實這隻馬是很吃虧的 因為今場馬其實 你看他步速 步速不是說快的 今場馬是一些慢步速的賽事 慢步速其實不理你後上 所以這隻福星呢 其實今場馬是虧了的形勢 再加上他這麼後 這麼被動 你看他很容易塞車的 他今場馬就是塞了 在內蘭塞 一直都找不到位 人家都走掉你了 人家都走掉你了 他都還沒找到位 一路塞 哇 人家全部都看空了 他還在塞車 左塞右塞才能夠 看空倒 當他看空倒之後 他交出一個超強的後勁 你看到嗎 這隻馬 吃著他慢步速 都這樣衝到上來 塞到第四 所以我覺得這隻 這樣的福星 哇 超醜到牛 根本上 三班這隻馬都有威脅 你現在不是用詩欣 用贏馬拍檔潘頓上去 潘頓狠騎他 是吧 這次排了一檔 靚檔去跑 我覺得這些馬要選回來 畢竟這個路程呢 場地呢 都是他贏過馬的路程場地 而他跑過三班 亦有表現的 所以可以去試一試 所以今場馬 我們第三隻會選到馬匹 選到九號的福星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會買到哪三匹馬之後 就來講回我們的投注策略了 今次我們會買到彩池呢 其實就是連贏及位置Q的這個彩池 用這個彩池去買回我們剛剛才提及到的那三匹馬就可以了 用一個鐵三角互出的方式去買回他們 今次就這樣買了 如果大家同路的話 不妨試一試 在接下來幾多個彩馬日 我希望大家一起贏錢的 我祝大家贏多一點了 今條片就來到這裡 今天大家記得subscribe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分享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